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72集 当初在虚空潮溪海 天独丹尊的秘境中 他还对魔力见到幽千雪之后 惊恐想要走有些不理解 毕竟秦晨这个大魔头再强 大家也都是差不多来到天界 可现在他终于知道魔力的直觉有多恐怖 这他喵的大魔头的名号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秦晨自然懒得理会魔力和赤炎魔君心中的震惊 手一抬瞬间就将身于帝尊身上的储物戒指和宝物 统统收入到了乾坤造化语碟中 好了 走吧 带我去混沌之术所在 秦晨看向了魔力和赤炎魔君 淡淡说道 这种命令的口气瞬间就让魔力不爽起来 想起了在天舞大陆被秦晨支配时的恐惧 哼 我可以带你去混沌之术的位置 不过事先说清楚 这次我们是合作 魔力沉上道 有区别吗 秦晨扫了魔力和赤炎魔君也 就凭你们两个的实力 不管是合作还是听我命令 结果不都一样吗 只会拖后腿吧 诶 你说谁只会拖后腿 魔力愤怒道 秦晨竟然如此小看 好了 那你说 怎么个合作法 秦晨笑咪咪的看着魔力 这家伙可真是执拗 若非看在当年天舞大陆有难 他和赤炎魔君也出手抵抗外敌 在虚空潮溪海也曾帮出过悠千雪的份上 秦晨才懒得和他们废话 不过 这两个人好歹也是来自天舞大陆 一路走过来也算是建成了许多 只要是这两个人不自寻死路地找自己麻烦 秦晨也懒得杀他们 秦晨也不是什么杀人狂 而且秦晨隐约地感觉到 这魔力的身上绝对还有底牌 这个家伙他太了解了 一个极度疯狂之人 若是没有底牌 岂会如此傲娇 真要杀他 怕是难度不小 至少绝对要比飓风帝尊麻烦 这是秦晨的质学 秦晨对此也是万分坚信 哼 合作便是你我之间的关系 得是平等的 我们带你去那混沌之术所在 彼此合作 但是各取所需 谁得到混沌果实 那混沌果实便是谁的 不得争抢如何 魔力沉声道 行吗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秦晨懒得争执 不知道这魔力啊 总纠结于平等的地位做什么 难道自己还会欺压他不成吗 秦晨这种随意的态度 愈发让魔力不少 这小子难道不知道自己 有多努力才到达了今天和他 谈条件的地位吗 啊 你跟着我们 我们现在带你去混沌之术的位置 嗖的一声 魔力和赤炎魔君立刻冲天而起 朝着那废墟所在掠了过去 嗯 秦晨目光一闪 他已经看出来了 魔力和赤炎魔君身上的伤 在短短片刻之间就已经痊愈了 这两个家伙的确有两下子 莉娅 我们只要和这大魔头合作 赤炎魔君看了一眼秦晨 对魔力传音道 不然怎么办 那混沌果实即将成熟 也来不及了 魔力摇头道 可是 和这大魔头在一起 咱们就从来没有好事 赤炎魔君有些战战兢兢 没办法 阴影太深了 无论哪一次秘境 只要是有秦晨在 他们就没有好过过 这 我岂会不知道 魔力差点吐血 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吗 从古南都开始 他就一直被秦晨压着 这种感觉能好过吗 这次不一样 我们是和这大魔头合作 你别忘了 历次秘境中的大魔头 什么时候吃过亏 当初在虚空潮汐海 他不过是圣主修为 却是连魔祖 魔尊都无法将他斩上 此次身上有大气云 和他合作 说不定你我也有惊人的收获 魔力道 他自己也是大气云之人 否则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可和秦晨一比 却是差了许多 两个人联手 魔力有种感觉 这次必然会有大收获 这倒也是 赤炎魔君点灯 不过这大魔头 怎么变成真龙之身了 传闻真龙一族 是宇宙中极其强大的种族 这大魔头明明是人族 怎么做到的 谁知道呢 魔力瞥了秦晨一眼 说不定这大魔头 杀死了一头真龙 把这真龙吞下去了 也不一定 以这大魔头的手段 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也对 赤炎魔君点点头 深妙赞同 秦晨的凶残 他们是深有体会的 秦晨跟在后面 前面两个人在嘀嘀咕咕 倒也懒得理会 当然秦晨也没有大意 而是运转命运之术 从两个人的身上 他并未感觉到 丝毫的危险气息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的确是诚心合作 没有暗害他的心思 既然如此 秦晨自然也不会暗害这两个人 秦晨 我先来说说那废墟中的情况啊 飞略的过程中 魔力倒也不遮掩 立刻将之前的情况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你之前所斩杀的那个深渝帝尊 和阴海帝尊是合作关系 所以到了废墟之中 你千万小心那个阴海帝尊 针对你 魔力告诫 阴海帝尊 秦晨嫩嫩 他倒是没想到 那废墟中 居然聚集了这么多的帝尊高手 如此看来 这次难度不小 以秦晨的实力 现在普通的帝尊自然是无惧 可是像万象神葬中 强者如云 谁知道有没有隐藏着 哪个老怪物 同是帝尊 强弱尤别 真如天上之别 没事 回头我会说那个深渝帝尊是你们两个杀的 本少救了你们两个 总不能让本少替你们两个背黑锅吧 秦晨笑眯眯的 你 魔力觉得自己还是没得到混沌过时呢 就快要被秦晨气死 还有 我那黑色铃铛宝物在你身上吗 既然你我都合作了 不如将这黑色铃铛宝物还给我吧 魔力对着秦晨说道 黑色铃铛 秦晨笑了 此物应该是你们从魂魔族尊者身上得来的吧 当初在虚空潮起海 那魂魔族尊者是该被我的猎物啊 谁知道 却被你们呛走了 如今这黑色铃铛 就算是给本少补充的 秦晨淡淡的 这黑色铃铛蕴含灵魂奥义 却是个不凡之物 你 魔力气得要吐血了 此物是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把握 你就这么夺走 那还谈什么合作啊 魔力愤愤的 现个受气的小媳妇 大魔 不 秦晨 你也看到了 我和丽儿实力都不如你 只望着黑色铃铛保命呢 你看 赤炎魔君也道 丽儿 秦晨狐疑地看着魔力和赤炎魔君 怎么总觉得两个人怪怪的呢 秦晨冷冷地笑了一声 喂 你们两个别装可怜了 以你们的手段 身上保命手段可不止这一点 说到这里 秦晨突然目光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笑眯眯道 当然啊 现在我们合作了 自然以大局为主 这样 秦晨立刻将九诀神山大阵 和秦晨核心拿了出来 这两件宝物 都是阵风类宝物 虽然不是帝尊宝器 但是威力也接近了 若是你们练化了之后 必然能让你们的保命能力提升 就先借给你们了 秦晨说着 将这两件宝物递了上去 这两件宝物 对现在的秦晨作用 已经不是很大了 属于鸡肋 而且轻易还不能随便拿出来 正好借此机会 魔力和赤炎魔君 顿时狐疑地看着秦晨 这两件宝物 他们之前也看到威力了 虽然不如黑色灵的 但是在阵风方面 的确是可怕 但是这秦晨会这么好心吗 魔力和赤炎魔君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呢 不过你们得发誓啊 我这两件宝物借给你们之后 你们可不能说是从我身上得到的 秦晨看着魔力和赤炎魔君的 喂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魔力照着眉头 秦晨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地方 想憋着坑我们吧 好心借给你们宝物 你们居然不领行 我看啊 你们两个来到天界之后 东门西走的 也算是经历了不少的辛苦 若是不想要 那就拉倒呗 秦晨转头 就要将这两件宝物 给收入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哎别 魔力急忙开口道 是我们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行吗 两个人急忙接过了宝物 进行发誓 丽娅 这大魔头 怎么会这么好心 给我们防身主 赤炎魔君 还是有些忐忑 这其中自然有猫腻 不过有猫腻也得拿呀 魔力郁闷 没办法 他们身上的宝物太少了 之前秦晨释放的 九绝深山大阵 和星辰核心的威力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由此宝物 对他们的防御 自然有提升不小 嗡那一声 两个人分别拿起了 九绝深山大阵 和星辰核心炼化起来 轰隆隆的 两个人的天赋 也算是极高 再加上两件宝物 已经被秦晨炼化过 两个人炼化起来 也没有任何的困难 顷刻间 两个人就各自地 将这两件宝物给炼化了 好宝贝 没有炼化之前不知道 炼化之后 魔力和赤炼魔君 才深知这两件宝物的威力 果然不凡 分别能够形成 封锁虚空的九绝深山大阵 和星云锁链 算是另类的领域阵锋手段 这让魔力和赤炼魔君 看着秦晨的目光 瞬间变得和善起来 这大魔头也有好心的时候啊 接下来 秦晨和魔力 以及赤炼魔君 又商讨了一些对策和计划 这才接近了废墟所在 就在前方了 三个人进入废墟不久 远处一道万丈的光幕浮现天地 同时 一股浓郁的混沌气息弥漫而出 好浓郁的混沌气息 秦晨看向了那光幕 其中一棵古树若隐若现 微微的震盛 上面结满了一些过失 暗含天道之术 而在光幕的附近 站着一群强者 并且现场血气阴雨 杀气弥漫 显然刚刚经过一场厮杀 到处都是血行情 秦晨 这里多了几名弟尊 应该是我们离开之后 又赶过来的弟尊 魔力扫了一眼废墟 同时穿淫道 秦晨 我们下面怎么办 现在混沌果实 还没有完全成熟 说是直接进入废墟 怕是会引发 阴海地尊他们的敌势 到时候 不等果实成熟就会被针对 可若是不进入现场 等果实成熟再出手 恐怕会落后别人一步 赤炎魔君呢 这种时候夺宝的话 落后一步 很有可能会失去 得到混沌果实的机会 跟我下去 秦晨面色平静地说道 让他躲在后面 并非是两句 身形一晃 秦晨带着魔力和赤炎魔君 瞬间来到了废墟之上 秦晨他们一落下 就引来了在场诸多强者的凝视 这两个家伙还敢回来 阴海地尊 见到魔力和赤炎魔君 脸色顿时一沉 散发出了浓郁的杀气 阴海地尊 这混沌之术又不是你中的 我凭什么不敢回来啊 魔力顿时大笑起来 扫了一眼阴海地尊 脸色没有丝毫的畏惧 阴海地尊 看来这俩小家伙并不怕你啊 一道咔咔的猙獰之声响起 是白骨地尊 缓缓走来 他手上沾着鲜血 两只眼眶之中 幽暗的火焰燃烧着 同时 其他的地尊带着各自的麾下 目光也都落在了 金尘三人身上 这些家伙 已经暗中组成了同盟 自然不允许其他人过来分一杯羹 同时 他们的目光 几乎都落在了秦晨的身上 之前魔力和赤炎魔君还落荒而逃 可现在居然敢冠敏堂皇地回到这里 究竟哪来的地气 除了秦晨 他们想不出别的可能了 真龙族的家伙 他们心中一礼 秦晨身上的真龙气息 让他们瞬间认出了秦晨真龙族的身份 真龙族在宇宙中乃是个大族 不过在场的强者众多 此地实力为尊 连来自魔族的魔力 他们都敢杀 自然也不会太过忌惮真龙族 诸位 此地发现 我朋友也有一份 在下龙晨 只想分一杯羹 希望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秦晨扫了一眼在场诸多的强者 淡淡说道 放眼望去 在场的帝尊有十多尊 秦晨就算是在家 一个人也不可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 其他帝尊都惊愕地看着秦晨 这真龙族的小子哪来的地气 单敢从他们的口中夺食 不过 其他帝尊都没有开口 真龙族也算是宇宙中的一个顶级种族 关键是真龙族的数量极其的稀少 不像魔族 还分很多级别 杀了一个真龙族的家伙 传出去 对他们种族难免有一些影响